我們剛才看到AGS的Security SameOrigin的這個部分 它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希望有其他的城市 來偷偷的在我們的Client端 做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當然有的時候我們又會故意的 開發者而言 我會故意的把一些城市藏在Client端 來做一些在你認為是好的事情 AGS的Security裡面在ClientSameJavaScript Code 基本上是Hacker跟User都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我們要有的一個很重要的認知 因為JavaScript Code送到Client端 有的時候JavaScript到Client端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Evaluate JavaScript裡面蠻重要的一個來做執行 執行的話 那就要小心 那這個東西我們會等一下後面會特別講到 今天不知道會不會 在Web的課程裡面也都會講到 除了SML以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資料結構叫做JSON JSON的話就是 它是JavaScript語法裡面的一種一類 但問題是它是用來表示資料的 傳遞的時候我們預設它是資料 可是如果你用它來傳遞資料的話 如果碰到壞人把它那個資料變成了 變成了這個程式碼的話 它就變成可以執行的程式 所以這個Evaluate這個東西 Evaluate這個Function JavaScript Function它就可以執行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在傳接上的話 這個Client端我們就用接上Engine 我們就不要用JavaScript Engine來Pass它 用接上的Engine來Pass它 就避免要被執行 JavaScript基本上它JavaScript Code 是在一個Sandbox的Security Model裡面run 這跟JavaApril一樣類似 什麼叫Sandbox Sandbox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沙盤裡面弄髒了 就只有在沙盤裡面弄髒 你不會弄髒到外面的地方去 所以這個Sandbox的觀念 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們在安全的話 我們就要盡量用隔離 跟Sandbox的觀念來處理安全的事情 有的時候我們不能夠讓不好的事情完全不發生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發生以後隔離在某個地方 就跟各種病毒一樣 病毒細菌 像我們現在很多病毒是過去的病毒 它不會發作 像早期的DOS 最早的那些病毒 那些病毒已經無所謂了 在我的病毒也無所謂 那有的時候有一個病毒我們把它隔離 隔離在某些地方 讓這個損害到比較小一點 或在那些不會發作的地方讓它放在那裡 這些都是一些做法 Sandbox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做法 那些在Client端 就是有這個Engine 就是Client端的這個 這個Ajax Engine 把它Restrain在那個部分 那在Server端呢 Server端的問題 就跟過去的問題一樣 Server端的問題 就是過去的Cross-Eyes Screaming Sickle Gesture 這些都可能發生 這個我們到後面再來比較詳細的談 那Flash 如果是Client端是Flash的話 同樣也會發生問題 類似跟Ajax的問題很像 就產生了這個 如果是Flash的話 可能它就有一個Flash的Plugin 你可以想這個就是Ajax Engine 就類似的東西 那在Server端的Flash 叫做什麼名字 如果是Flash的話 我們可能就不用JavaScript 我們用的是什麼Script ActionScript 然後在Server端 通常Flash的話 它會有 如果用Flash 用完整Flash的Solution的話 你用的就是Flash Flex 那後端可以用J2E 可以用Downnet都OK 不然用什麼 但是你的Middleware 從Client端 Flash端跟Server端接觸的時候 是用這個Flash 當然你在書店裡面 你可能看到很多書 是Flash跟PHP等等 各種排列組合都可以 但基本上 如果Flash在Client端的話 那你大概都知道 Flash呈現一個 這個 它是瀏覽器裡面的一個Plugin 然後 再加上Screen 或者是在 ActionScreen 跟後端接溝通 那這邊是 把Flash放到一個 Page裡面去 Imbed到一個Page裡面去 一個物件 這個我想我們就不用看了 那Flash跟那個都一樣 這個 那 那 HX的 HX的 HX的Limitation 那 這個 SameOrigin的Limitation 這個我們也都講過 講過了 那 如果我們要Hack它的話 Application Proxy 就Server-side Proxy 或是 看用什麼Proxy 或用街上 都可以 對HX造成傷害 那這些傷害 我們後面都會 例子都會看到 好 那 剛剛是Client端 如果到Protocol layer 那Protocol layer裡面 幾個主要的技術 就是 SMRPC 或是Protocol layer 就是我寫程式 在HP HP HPDS 是最下的Protocol 但我寫程式的 就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寫呢 用這些 來提供的Function來寫 或這些Protocol ,來幫我們傳遞資料 那就SMRPC 或是SOAP 或REST 其實這些概念都很像 它都在HPTP 上面 傳遞的內容 都是SML 不管是SMRPC 還是SOAP還是REST 那SMRPC的話 基本上它是透過這個80443的 就是 傳統HPTP 那 那這個 然後它有Support Data Type Support Matchup 那 SOAP的話是標準的 Web Service Protocol 那 REST的話它是有自己 有特別的一個觀念 它是有Resource的這個觀念 然後它 也是透過SML跟 HP 所有都做SML HP 但是 REST的話它有一個 Resource的觀念在那裡 那 SOAP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 如果透過SMRPC來做的話 一個 Stock Quotes 的Service 是長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 什麼叫SMRPC 然後在傳遞的時候 會長 像什麼樣子 我說過 它整個 整個概念 都是HPTP的概念 你HPTP的Request 送出去 都是長這個樣子 你HPTP的 Request 送出去 一個Post的Request 送出去 Response回來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看 我一個Request 用這個Post Method 送出去 這個 然後 有一些Header 我就不解釋 我們今天比較 時間不夠 一個一個解釋的Header 但你送出去 這個Request 是Post的時候 你這個下面是什麼 我們如果 你記得 HP的Request 如果我有資料 我有一個Form 把資料送出去的話 那我下面 在Post裡面 就是一個變數名稱 跟一個變數的值 對不對 就Name跟Value的Pair 就在這裡 如果是用Get 送出去的話 那你送出去的 那些變數名稱 跟變數的值 就在這個 你的網址列 或者在前面 最上面 這一列這裡 在你的資源列 這裡 URC這邊 那如果用Post的話 那些東西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用 SMLRPC送出去的話 就表示 你是用RPC的方式 來執行一個程式 什麼叫RPC的方式呢 RPC是叫做Remote Procedure Code 這邊稍微要介紹一下 這個其實以前也有介紹過 Remote Procedure Remote Procedure 就是遠端的程式的呼叫 遠端的程式呼叫 跟我們傳統程式呼叫 什麼不同 傳統程式 你一個Java的Function 或Java的Messor Code 就是我Code它 然後給它參數 然後它結果就傳回來 對 從大一的膝蓋學程式 就是這個樣子 那在網路上面呢 網路上面可以寫Saki程式 Saki程式 我就不談了 但你也可以把程式 寫成一個 像我呼叫 我要呼叫 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台機器上面 執行的某一個程式呢 我就用 跟Local Procedure Code 很類似的 我就用呼叫那個程式 這個方式來寫程式 我呼叫它 它把答案傳給我 這個比你 用寫Saki 傳來傳去 要簡單很多 這個 早期這個是 這個技術很久了 但是 過去一直 其實 我不是做這個 我過去應該都有講過 但是我先不做詳細的說明 但是 這個 這個方式 基本上寫程式比較簡單 那 什麼叫SMRPC呢 SMRPC就是 我呼叫的時候 送出去 要呼叫那個程式 我就把我呼叫哪一個程式 然後我要傳什麼參數 我就用 一個SML的這個方式 擺在Post的這個裡面 送出去 這是SMRPC的這個技術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我要 當然 你說說 那個程式怎麼寫呢 那個程式也很容易寫 那個程式就是 那個程式Complied以後 它就變成Saki 那個程式也非常容易寫 比寫Saki程式要容易 因為你不用去管它的那個同步了 你不用去管它的這個 Multi Thread Synchronization 你就作業系統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作業系統那個Process Synchronization 我想大部分人都會搞得很頭痛 那如果你要寫Multi Thread程式 你要寫Saki程式的話很簡單 Saki這個SendReceiver就寫好了 可是你寫Saki 你要處理那個同步的時候 要共享哪些變數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會很頭痛 大部分人都寫不好 可是你用Remote Procedure Call寫的話 就很容易 那這個 那這邊就是把Remote Procedure Call的那個部分 變成了一個 這個Post的 一個Request的 那我等於是我執行那邊的一個程式 那現在要做什麼呢 要做Stock Quote Stock Quote 其實我們剛剛也看過 剛剛都是在做Stock Quote 剛剛的應用裡面 跟前面的應用 這個就做Stock Quote 我要 問那邊的股票 這個股票 Enter這個股票 然後告訴我 它的現在股票的價值是多少 就是Stock Quote OK 那這個 這一個 SMPC的Request 送出去了 我們現在 因為在談Proco Lab 我們現在不改它程式的寫法 程式寫法 程式寫法我們後面都會看到 現在是 就是大家知道這幾個技術 那回來的時候呢 回來它就應該把這個 股票的這個價錢送回來 那送回來 我們平常說是 HP送回來是個網頁 那SRPC送回來 當然也不是一個網頁 送出去也是個SML 送回來也是個SML 送回來也是個SML 但這個SML的格式是什麼呢 送出去也是個SML 但是它有Messor Code 它的參數裡面 Messor Code有參數 你就知道 Messor Code就是送出去那個 你要執行的程式的名稱 還有呢 你要傳出去的參數的值 就是在這裡傳出去 你需不需要寫這個 通常不需要 通常這個就是一個介面 送出去的時候長這樣 我們現在是因為要了解它的原委 因為我們要hack 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 我們才要知道這個 寫程式的人其他不要知道這個 用使用者也不需要知道這個 寫程式的人 他這個是他會自動幫他產生的 你寫SMLP寫 所以這個自動產生了 這個就在這POSE又送出去了 寫程式的人也不需要知道 但他debug的時候要知道了 但我們現在因為要hack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要hack 要defense我們要知道 那送回來的時候呢 那送回來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HP的Response HP1.1 200 OK 那如果是傳統的網頁的話 這邊就是個HML 在這個Response Body裡面 就是HML 那現在呢 你要挫折一個那個 那傳回來是什麼 就那個程式執行的結果 傳回來了 那程式執行的結果 就是Message Response Message Response裡面呢 參數 然後參數 有看有parameters 然後有很多 你可能傳回來好幾個結果 那這個是第一個結果 那第二個結果 第三個結果排在下面 一個SML 然後這個結果Value是什麼 Value就是這個時間 他的這個 漲30cent 漲的是1.08% 是2月28號 4點鐘 在這個時間點 它是28.17 它價錢 剛剛送出去的股票 MSFT 它是28.17 對 對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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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